接著下一個段落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herlock Holmes is clever More importantly, he carefully observes people and uses reasoning to solve mysteries Just like what Bell did with the soldier abov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这个句型是无庸置疑的意思 也就是说后面引导的这个名词指句 所陈述出来的一个讯息呢 是大家公认的事实 Sharland Holmes is clever 我们都知道福尔摩斯非常的聪明、激进 More importantly,更重要的是 He carefully observes people 他很仔细小心地观察人们 and uses reasoning 他善用推理的方式 to solve mysteries 来去解决一些神秘事件 那这样的一个处理事情跟观察入围 或者是推理的这样的能耐呢 还有他手臂上 从他手臂上的那个D mark 去做出一些推理 好,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句子的一些文法需要去知道的重点 首先,There is no doubt that的句型加名词指句呢 你可以替换成把Doubt这个字呢 转换成副词的形态 Undoubtedly 好,这个字也是同意 无庸置疑的 或者是Without a doubt 好,那既然这个字是副词 我们就用斗点放在G首格开 好,都可以表示无庸置疑的事 好,再多看一个例子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is is the best movie I have ever seen 好,无庸置疑啦 这部电影肯定是我看过最棒的一部电影了 好的,那more importantly 就是更重要的是 那我们可以代换成 What's more important is that 好,那more是更多 most是最 那另外两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less or equally 叫不重要我们可以说last importantly 那同等重要的 我们可以说equally importantly 好,那一样副词 我们会用斗点隔开 好,再开闪一个句子 接下来呢 我们助动词的使用 助动词do的是did可以代替前面所提到的动词 或片语 那这里的did指的就是 carefully observe people and use this reasoning to solve problems or mysteries moreover Holmes always try hard not to that emotion cloud his judgment 此外呢,符文模式总是 非常努力的尝试 try hard 不要做后面这件事情 好,尝试努力做某事用 try加突加原型 我们稍早有分析过 那try加原型是不定词 不要做不定词的这一个动作 这件事情呢 我们在前面否定用的是not 好,不定词的否定用的是not 不要让情绪 emotion指的是我们的情绪 cloud his judgment cloud的原本大家熟知的意思 名词是云朵 当作动词呢 就是去遮蔽 或者是蒙蔽 好,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 好,不要让他的情绪呢 来去蒙蔽他的判断 moreover常见的副词 还有besides additionally villimore 好,等等的 好,另外还有whatmore 还有in addition 好,letter加寿词 如果是主动用法的 我们用原型 好,原v或者是b动词的原型 那详细的用法 我们第一册第九课都有 好,接下来呢 第三个影响创作福尔摩斯 这个角色的人物是 Dr.John Watson 那我们来看一下 Dr.John Watson对于 福尔摩斯的这个角色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Dr.John Watson who narrates the pair's adventures also lends Holmes a hand with his cases In the stories the two friends live at 221B Baker Street which became an actual address in London in the 1930s 好,Dr.John Watson who narrates the pair's adventures 他描述他伙伴的冒险 also lends Holmes a hand with his cases 而且呢 lends someone a hand 就是协助他 好,帮助他处理的一些案件 好,华生医生 好,就是故事中的另外一个角色 他帮助 好,福尔摩斯 处理很多的一些问题 好,陪伴他 好,走过很多的冒险 好,这里 salt problems mysteries or puzzles 好,puzzles指的是谜题 who narrates the pair's adventures 好,这里因为我的先行词 是一个人名 好,属于是一个专有名词 所以我在使用 使用字指句的时候 我会用一个 非限定用法 那非限定用法的发动条件是 前面是专有名词 或独一无二的事物 好,那先行词很明确 好,这边说到是专有名词 好,即便关系指句拿掉 也不影响指要指句的意思 所以它是一个补充说明 好,那这边补充说明 就是华生医生呢 好,Watson呢 好,他就是 就是帮忙在旁边呢 描述他的伙伴 这里的配儿指的就是福尔摩斯 好,他的冒险 好,配儿指的是配偶 或者是伙伴 好,指的这里是 他们是一对非常合作无间的 好,侦探伙伴们 好,land or give somebody a hand 好,是指助某人一臂之力 in the stories 在故事里面呢 the two friends live at 221B Backer Street 好,他住在Backer Street的221号B which became an actual address in London in the 1930s 他在1930年代的呢 这个本来虚拟虚构的这个柱子 就变得真实存在了 这也是一个在 是在都根啊 或者是都市改造的一个过程当中 然后重新的 加入了这个地址 所以虚构的小说世界的一个地址呢 居然在真实世界出现了 好,我相信这里之后 应该也是变成一个知名的观光景点 对吧 好,那各位同学一样 这里呢 因为这里的Backer Street 它是一个街道的名称 是一个专有名词 好,所以呢 这里用一个补充用法 好,补充用法 就是一个非限定词句 好,那这边呢 简单的说明一下 在福尔摩斯小说出版的时候 Backer街221号B 它并不是真的存在 也就是说 在地图上 在地址上 没有这个地方 那因为后来Backer街的扩建 地址重新配置 才有这个地址 好,那之后这个地方 就变成一个观光景点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最后一个段落 好,他说呢 在时至今日 这里的today就是现金 好,我们真的有一个 福尔摩斯博物馆 在贝克街上 好,这对于那种 福尔摩斯迷来说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好,满足了这些 粉丝们的心愿 好,it is attractive to fans 好,对于这些粉丝来说 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哦 好,because they can ge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great fictional detective 好,他们可以在这一个 博物馆里面 获得知道更多 关于这个小说虚构的 这个侦探的更多的一些讯息 即便啊,虽然你并没有人在伦敦 好,你还是可以呢 挑一本柯南道尔他的书籍 好,他笔下了福尔摩斯 进入呢 好,就是福尔摩斯的世界里面哦 好 so,next time you are admiring Sherlock Holmes don't forget the three men behind this master detective 所以他说到下一次 好,如果你呢 正在非常的钦佩 非常的佩服 福尔摩斯的时候 不要忘了 这三个 在 这三个 对于福尔摩斯的创作 重要的人物有哪些人 好,这的时候就是因此 那么的意思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段落的一些问答 好,而什么是 What i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好 在贝克街伦敦 有一个 夏雷和福尔摩斯的 那个博物馆 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呢 好,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 就是关于 福尔摩斯的一些资讯哦 好,Reading strategy check 好,他说呢 Read the standards taken from the task Decide whether each of them is explicit detail or implicit clues 来决定哪一些呢 好,是明确的一些讯息 又哪一些是暗示的线索 然后呢 填入空格当中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答案哦 好,他说第一题哦 He had a few passions so he was often short of money 嗯,这里很明确告诉你说 就是柯南道尔呢 他没有钱 他有很少的 他的病患非常的少 所以这算是一个 Explicit details 好,那我们从文章中 可以推导出来的讯息 这是什么呢 好 就是柯南道尔呢 他赚很少的钱 made little money as a doctor 虽然他是一个医师 但是他赚的钱并不多 好,接下来呢 从里面的句子 我们可以看到 好,shaded horns 好,blah,blah,blah but hi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ersonalities are actually quite similar to those of Dr. Joseph Bell 好,那他是一个 implicit clue 好,那我们从文本当中 我们推论出来的讯息 应该是 好,柯南道尔 drew his inspiration from Dr. Bell to create the character 好,他没有直接名讲 说 好,在文章里面 并没有直接名讲说 作者柯南道尔 是直接把 Joseph Bell 这个角色 当作是 好,符合模式的模板 可是我们从文字的讯息来说 因为他们的相似度 非常的高 好,然后同时 Joseph Bell呢 好,是 柯南道尔 在现实上 会影响到 他的一位教授 教授 因为我们说过 当老师的 可能会对学生 造成影响 好,那这样的一个非常类似 那个符合模式 这种很有 很有 reasoning 或有logic 这样的 的那种角色特质 我们可以推论的出来 应该是把它当作模板 好,那接下来呢 真正打仗的 fighting soldiers had to be tall 我们就可以从文本里面推论出来 要高个才能真的拿枪去打仗 好不好 好,最后呢 这里再讲故事中 221号B 好,这一个地址 他说 became an actual address in London in the 1930s 在1930年代 好,这里有一个明确的资讯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是在1930年代 变成一个真的地址 那也因为我们这边看到 actual这个形容词 是关键字 那表示在此之前 它并不存在 所以我们推论出来的呢 是 Backer Street didn't exist in the real world until 直到1930年代 才真正的出现了 好,那很快的呢 用表格的方式呢 好,跟大家去分析 跟回顾一下 我们文本里面 哪一些是explicit detail 跟哪一些是 implicit clues 好,这样各位同学 更能够掌握inference 好,的这种 推论的概念咯 来,我们这篇文章很有趣 我们介绍的是福尔摩斯 那福尔摩斯 那福尔摩斯擅长推理 对不对 好,那make inference 这一种阅读技巧呢 其实也是一种推理 对不对 特别是对那种暗示性的一些 颜外之一的一些讯息 我们也做了一些推论 好,我们大家都是小小福尔摩斯哦 好,希望各位同学 喜欢今天的课程 也希望各位同学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是用很理性 而且我们的思考逻辑都可以像福尔摩斯一样棒 好不好 那以上呢 是我们这一刻课文的分析 还有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